陡峭的山坡 阿里山的周族人在竹林裡穿梭 因為地形特殊 而竹筍也隨著地形地貌長出 並無規律的位置 所以筍農割筍必須以人工開路 背著大大的籃子 挽搖割筍 採收完後 再背下山殺青竹熟之後 再論公斤賣給中盤商 送到三下 對聳人來說 這樣的辛苦採收 卻沒有相對的反應在售價上 因為價格並不高 在太富野地區相較於過去 竹筍一公斤可以賣到三十到三十五元 不過今年價格卻只剩下二十一到二十六元 比去年還低 又再加上今年的梅雨季來得晚 竹筍產量也比較少 實在是讓筍農感到非常的無奈 一樣是在阿里山地區 但竹筍價格卻因為不同的中盤商收購 有不同的價錢 所以如果特富野地區的筍農 也想要享有和樂野地區一樣的價錢 就必須自行運送竹筍到樂野部落 不過在油價上漲的階段 農民只有苦笑說更不划算 阿里山的較高筍有分生的和熟的 煮熟的筍子 除了直接用大貨車在運下山外 也會特別用真空包裝的方式來保存 目前對阿里山的州族人來說 所有後續的加工工作 都受託由廠商來做 記者亞麥莫拉斯 阿里山特富野採訪報導